好,那在開始之前大家可以看一下畫面上有PostSquadSQL.tw這個社群 那在剛剛我已經把這一次會分享給大家的這個簡報跟實驗的Lab的腳本 我都把它放在這個雲端的資料夾裡面了 所以大家如果有興趣,歡迎加入我們的FB社群 然後來看一下裡面的腳本 好,那我先切到我們的簡報 好,那很感謝大家的時間喔,我是Rubin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關於Trigger的使用跟設計 那我把它定位成一個比較入門的一個課程這樣子 那先跟大家介紹一下我,我是Rubin 那我是一個後端工程師,我是一個資料庫工程師 也是一個系統設計師 那主要都是在後端跟資料相關的設計為主的工作這樣 那在經驗上面有開發過一些微運系統啊 或者是線上服務等等的,所以其實蠻常使用到資料庫的 再來在技術方面,有地端的也有雲端的 有開源的也有商用的 所以其實在蠻多經驗的使用下面 我會去彼此對照交互 看看可以怎麼樣讓自己的工作更順利這樣 那這一次的大綱 我會把它分成三個part 第一個是我們先簡單的講一下Trigger有什麼 第二個我們會稍微深一點點的講一下Trigger有什麼 然後再來就是提一下我目前認知到我用到的一些案例 那因為時間只有30分鐘 所以我提供的腳本不會每個都拋 但是大家可以帶回家拋 但是我幫大家打好字了,大家可以回家玩玩看這樣 那在一開始前面我會用到Agile Data Studio這個工具 來運行我們的實驗的腳本 那我這邊地端,筆電裝的是15.3的版本 所以大家在玩的時候可能要留意一下自己的版本 因為指令可能有些不是全部都支援 那相關的QR Code跟這一次的教學腳本 也在這個畫面上的QR Code上面有 那當然直接加入postgresql.tw的FB社群裡面 就可以看到只有完整的東西 首先第一個,先問問看大家知道Trigger吧 那我反個問啦,不知道Trigger的可以舉個手 應該大家都知道 那再來是工作上有沒有用到Trigger 這個我比較好奇 大家工作上有用過Trigger嗎? 有的話可以給我舉個手嗎? 因為我想不太多 對,像我現在看起來大概不到三分之一 那以我的工作經驗是什麼 前輩一聽到要用Trigger,啊!壓起來 不要給我用Trigger 不准給我用Trigger 你給我用排層定期去戳 你也不要給我用Trigger等等的 那就是礙於這一點 所以我發現我對Trigger的認知沒有那麼的多的時候 我才想說那透過這一些這個機會 把我過去遇到的一些問題整理起來給大家 那有沒有用過Trigger這一件事情 就是如果現在還沒用過 大家可以在今天過後 可以開始試著去想一下可以怎麼用它 好,那第一個 一開始我們先講講基本的Trigger Trigger它是什麼?它是一個行為觸發器 那這個行為是DML 就是你在做資料操作的時候 這是比較學術的說法 它就是我在做insert,update,delete 我的資料只要有變動 我就會去觸發它 它就會去做一些邏輯的處理 那當然就是我們會定義一個目標 它是一張資料表 然後它發生資料的異動的時候 我會去觸發它去做一些事情 那這個事情可能就有一系列的邏輯 所以它比較學術一點的說法會是這個樣子 那我們在prosquare裡面的話 它可以附在table上面 它也可以附在partition table view或foring table上面 它其實可以用在非常多的物件上面 那以general多半的rdb來講 其實它就是對table有效果 所以你用oracle也好,sql server也好,mySQL也好,prosquare也好 它們基本上都有trigger 只是結構上稍微不一樣 但基本上都有這個原件 那prosquare SQL比較有趣的一點是什麼? 它可以用多種語言撰寫 它可以用pl的pg-sql 也可以用python或者是c 這代表說我們在使用trigger上面 可以多出很多不一樣的一些花樣 它不像說,像mySQL或sql server 他們使用trigger基本上就是用它的內籤語言 它比較困難去突破這個框架這樣子 那這是比較文書,比較書面的說法 我先講一下它的架構 首先我們需要定義一個function 在這個function裡面我們會定義 我們要做哪些動作 我是要做資料的計算,做資料的判斷 還是我要做log的輸出等等的 我們先定義好這個function之後 再把trigger掛上去 我們就會宣告一個trigger 這個trigger就會指定說 我在哪一張表上面 然後我要運行哪一個這個function 那這個trigger本身會去定義我處理的scope 就是我處理的範圍 還有我要什麼時候被觸發 那最後它才會掛上我們的table 所以以prosquare的結構來講 它會是這三個 所以等一下我們的實驗環境裡面 其實就會反覆地在這三個之間穿梭這樣子 那當然,剛剛那個是一個比較簡單的做法 我們還可以有花樣的玩法 我可以定義一隻function 然後它就分給了好幾個trigger 每一個trigger帶給特定的table 那在有些時候我想要做一些規則治理的時候 像是我統一要求大家不能用trigger 我就可以用這一招去綁住大家 都不能用trigger 那當然這是一個舉例啦 其實你就直接把trigger的權限拿掉就好 對,那就是我們的function 可以給多個trigger去做使用 它並不是一對一的綁定關係 所以在管理或使用上面 大家可以再多加一些思考 就是我可以怎麼樣做到一些共用性的設計 這樣子 那語法的話 那就是以官方手冊為例的話 它就是好像什麼都沒講 又好像什麼都講了 就是create一個trigger 然後我會再on一個tablename 這邊會有一個ontablename 然後我還會去指定說 我是for each row 或者是each statement 最後去execute我指定的function 它就是一個精簡二要的描述 來說明說我們怎麼建這個trigger 那看這個定義 那不如我們直接看我們的label 在我的文件裡面 我先切回去 在這一次的演講 我有提供一個互動式的腳本 它可以用agile studio agile data studio開起來 它就類似大家在學那種新手學python的時候 會有那種互動式的nodebook 那它是db版本的 那就變成說你可以開啟這個腳本以後 裡面就可以去做一些簡單的操作 那可以看到我在這邊 就有一個基本的session0 假設你安裝好data studio 然後你也裝了prostgre的這個套件 你也正確的連到了你的目標的prostgreSQL之後 你可以先運行session0的基本設定 看一下我是不是真的有連上 那以我這邊的範例就是 我有連上 我可以印出我目前的資料庫是pglab 然後我目前的時間是什麼時候 跟我用的版本是15.3 那各位要注意 這一次的腳本裡面有一些東西 是不適合放production的 應該說你任何的嘗試都不建議 在production直接跑 你應該先在比較 沒那麼重要的環境上自己玩過 那玩完之後我們有信心呢 我們再往production移動這樣 那我們先看看session1的部分 session1就是我們先建立一個基本的trigger 那就像我們剛剛講的 它有三個元件組成 第一個是function 第二個是trigger 然後trigger再綁到我們的table 那我們先宣告一張簡單的資料表 那這張資料表就是productinfo 它裡面會有產品的編號 產品的名字 然後它的價格跟庫存還有折扣 那我先簡單的把它建起來 然後把它select出來 那當然我們select出來之後 是沒有資料的嘛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開始去塞一些小東西 那像我們目前初步的這樣的一個狀況 我是可以隨便塞資料的 只要它的型別是正確的 我宣告int我放的是數字 我宣告vartra我放的是文字或數字 只要行別不要有太大的問題 它都可以放進去 大家可以看到 所謂的庫存inv它可以是負的嗎 當然實務上不可能 我的庫存沒有就是零嘛 那我的價格有可能是負的嗎 這個我不確定 有些公司可能真的這樣搞 但是就是它也不應該在正常情況下是負的 那通常解決這種資料的錯置問題 大家都怎麼做 可能在程式端就先確定資料是正確的 我們再把它寫進db 又或者是我們可以用一些 像是check constraint這樣的語句去限制說 這個欄位放進來就必須要是正數 那除了剛剛提到的兩種做法 程式端做或者是用check constraint做 其實我們也可以用trigger做到一樣的目標 所以我們session1最簡單的一個就是 我們先準備一個trigger 去對這個欄位去做檢查 那當然我們就要先建立這個trigger 好 我們這裡提供了一支簡單的這個語法 它可以查出我們db裡面 現在目前有哪些function 那當然我還沒見function 查出來當然是沒有 那我們就先去建立第一個function 那我給它的一個目標是什麼 如果我的庫存寫進去的時候 它是給我一個小於0的數字 可能-1-2-3 anywhere 只要它是小於0的 我就強制給它填0 那就算我的programmer很北七 它想跟我做對 我還是在db面可以很smooth的 把這個東西平滑掉 所以我就先建立一個section 一個簡單的判斷就是 如果我的inv它小於0 我直接強制它是0就可以了 欸是 這個不是網頁欸 抱歉 那可能它的字體的部分 我試著放大一下 我調一下解析度喔 稍等我一下 這樣有比剛剛好一點嗎 如果在小的話會很恐怖喔 如果在小的話整個會幾乘一團這樣子 那一樣沒關係 就是你可以把腳本下載回來 下載回家自己看 那基本上 它自己又跳掉了 對就是解析度 這個一直都是一個千古難題啦 那沒關係 我先用說明的就是 我會去偵測我進來的new的資料 如果它的庫存它是小於0的 那我就直接把它改成0 那我先有了這一個function 我先把它建起來 那我當然下面會回應說 它這支function不存在 我不會去刪它 那我會去把它成功建立起來 我們再回去看前面的這一支 目前我們的系統裡面 就多了一個function 有了這個function之後 我們再建我們的第二個元件 就是 trigger trigger本身 那這邊就會 一樣有腳本可以列出說 我目前系統內有哪些trigger 這個腳本 我還蠻常用的 如果我要解管db的話 我第一個先看它有哪些stop procedure跟trigger 我避免被雷到這樣 那目前我們這個系統 是沒有trigger的 那一樣 我們就在下面也一樣建立這個trigger 那在建立的部分就可以看到 我一定會去給它一個名字 然後我會指定我在哪一張資料表 再來是它的範圍 它是每一個raw要做 還是每一個statement 然後它的時間點 是before insert 我在before insert的時候會發聲 那它發聲的時候會呼叫哪一個function 就會在下面 excused procedure 然後這一支名字 就是我們剛剛建的這支 procedure 那這樣子就完成了一個資料表 function跟trigger 這樣的聯動綁定 這樣就是我們的第一個檢納的範例 那我們可以試著對我們的這個資料表 再寫一些資料 那我們剛剛是針對庫存是負的去做檢查 那你可以看到我畫面上 現在庫存就有故意給它一個負1的 那我們試著再寫進去之後把它查出來看看 在這個時候 庫存我給負1跟0的 我一律都會被conver成0 那就是透過這種簡單的方式 我們就可以去確保我們的資料 有符合我們的目標 而不是說一定要程式設計師 要配合資料庫的這邊去做一些調整 又或者是一些比較極端的問題這樣子 所以這是第一個範例 所以這第一個範例 我們會先建立一個簡單的trigger 然後也有建立function 並且對我們的邏輯條件做一些簡單的處理 那再來是什麼 我們可以做更進一步的動作 我們剛剛是一樣把資料寫進去 但是我把它轉成0 但是我們實務上 它並不是每一個東西都可以轉成0 你價格要轉成0嗎 你價格轉成1也不對啊 我是myserver的 我價格寫一個food 他給我轉成1也不對 那有一種情況是什麼 就是在section2這邊 我們可以終止這個操作 所以我們再往下看這個腳本 它就是會有一個例外處理的部分 那一樣我們可以去建立一支function 那這支function可以去偵測我們的價格 假設我的價格是小於1的 我直接拋出一個例外 直接拋出一個例外 它就不會再往下做 就代表它不會寫到我們的資料表裡面 那我們直接建立這支function 那一樣我再綁一支trigger 這個trigger就是price check的這個trigger 建好之後 我們再試著對這個資料表 我再去寫資料 這一次我就故意給了一個 負20塊的金額 那很明顯它是違規的嘛 我們賣東西不可能賣到負20塊 那我在執行的時候 我這邊就會直接收到一個錯誤的商品價格 它就直接被我的trigger給擋了下來 這個時候我們再回去看一下原本的資料表 它並沒有寫進去 而且要注意一個喔 我們剛剛的insert與法是insert兩筆 那只有一筆是違規的 結果呢是兩筆都幫你擋了下來 那它就是一個特性 就是一致性的特性 就是我每一次操作 整批要嘛成功要嘛失敗 有這樣子的一個特性 它不會局部成功局部失敗 所以有這樣子的特性的時候 就變成說我們在設計系統的時候要留意 這個特性我覺得也很好啦 就是發信不對直接退回去 然後再跟我們前端的人員說 你哪個東西有問題 那這是trigger的 這個section1-2 第二個範例就是我們 除了改寫資料偵測資料之外 我們還可以拋一些例外出來 來避免說把錯的資料寫進我們的系統裡面 那再來是第三個 第三個也是我比較常看到的 就是寫log 那這個在section1-3 就是我可以在一張表 有發生一些操作的時候 我可以去輸出一些log 那在section3的話 一開始我們就會先建立一張log表 那這個log表會去記錄時間 記錄產品 會記錄它舊的價格跟新的價格 那實際我們的log要做什麼東西 這個就是看各位在工作上 或自己想玩的情境自己去設計 那我這邊是針對價格去做追蹤 那我先建立一張價格的log表 那接著我再建立這一個對應的function 這個function就是說 我直接進來無論發生什麼事情 我就是寫到log 我就是寫它的log 那這邊可以看到 它有所謂的new跟old 那這邊我們可以把它理解成什麼 它就是操作前的舊資料 跟操作後的新資料 那假設我是執行update的時候 它自然就會有新跟舊的差別 那如果我是insert的時候 我就不會有舊資料 舊資料就是沒東西 那新資料就是我剛寫入的 可以這樣子去理解 那我們先建立這個function 然後再建立這個trigger 好 那我們再試著去新增一個產品 那我們剛剛有放了一些東西進去 我們現在在放新的 這次是放smartwatch跟airpods 那我們在放完產品之後 會把產品印出來 也會把產品的log也印出來 那這邊我們試著去執行 就可以看到我們的產品有增加 然後我們的log也有輸出 那就可以看到在log的部分 我剛剛新增的是A006跟007 它並沒有所謂的舊的紀錄 所以它就是now 那它會有我新增的這個紀錄 那它就會放上我新增的這個紀錄 那這點它寫入的部分是ok的 那接著我們再試著做一些 比較奇特的動作 像是我想要刪掉東西 我把一個叫A007的產品把它刪掉 那一樣看一下它的log 那這個時候會發生什麼事情 發生A007真的不見了 它從我們的資料表消失了 但是我們在寫log的地方 我的pid也沒有呢 因為剛剛我們在寫log的時候 我們寫log的這個id 是用哪一個欄位 我們往上看一下 我們寫log的這個id 我們一律都是用new的pid 那當我把資料消滅掉的時候 我的old的資料當然是有id 它被消滅之後new的時候 它還會有id嗎 當然就不見了 所以它就白白了 那就會變成我們剛剛看到的 log本身它是缺乏真正關鍵資料的問題 那像這樣子的情況可以怎麼辦呢 那當然就是下一個再進階一點的 就是我們會有一個1-4更細膩的log 當然就是在1-3這邊先知道說 我們可以針對log去做一些 可以針對資料表的異動去寫一些log 那這個log的部分 它可以包含說 舊資料的狀態 新資料的狀態 你都可以拿這些資料來使用 再來是它可以針對不同的行為去觸發 像是我只想針對insert去做觸發 還是我只想針對update去做觸發 還是我想針對delete去做觸發 這個都可以很彈性的去設定 那你就不用說我全都設 然後浪費一堆資源 或者是讓code看起來很難維護 你只需要針對你需要的地方去設定就可以了 那再來就是1-4更細膩的log 更細膩的log其實就是 我可以在剛剛的那個表上面標注說 我這個行為到底是要刪除還是要新增 所以這邊的話 我就是在這個log的資料表 擴充一個叫做event-type的欄位 我把它擴充之後 我再把 喔 要注意一個 我們剛剛的那支function 如果我們想要把它幹掉重寫 它這邊會告訴你 你cannot drop function 為什麼 因為有trigger使用它 當有trigger 它被建立起來 綁定table 跟綁定function的時候 那支function 基本上就沒辦法 被直接drop掉 所以這點大家要注意 就是prosquare會很細心的很貼心的告訴你說 這個東西不能刪 因為有人在用它 那請你清查完之後再決定要怎麼處理 那下面我們就用create or replace這個語句 去把它做一個重寫的動作 那這個時候我們可以去偵測它有一個保留的變數叫做tgop 這個tgop就是指說我正在運行trigger的時候 我的行為是哪一種 這個operation啊 你是insert delete還是update 那這邊我們就可以用一支function 去細膩化四種不同的動作 應該說多種不同的動作 像是我遇到insert的時候 那我就是寫它的new id 那沒問題 那如果是update的時候 我就針對也是new id 但如果是delete 那就是它跑到else這邊 它就會寫all id 那剛剛那個id不見的問題 就可以透過這一招把它解掉 那這個時候 我們建好這個trigger 改寫這個function之後 我們再重新新增資料 它就會新增 我們剛剛說的這個類型 它就是表達我就是新增資料 我們可以在log上面很明確的看到 那假設我去做資料的修改 它就會有modify 所以我可以捕捉到它的行為 那假設我再去做刪除的動作 我有刪除 而且我會把它原本的id也留下來 所以這個是關於這個trigger 比較基本的一個做法 一個設計 那這個是在1-3跟1-4的部分 好 那講完了這個之後 再來就是 有一個1-5 它是避免大家 避免大量刪除的 因為時間的關係 就大家可以再去看一下code 它主要就是針對說 我這個statement它發生的時候 我異動到的資料比數是多少 這個範例是 只要大於一筆 我就禁止你去做移動 因為最常發生的是什麼 就是我下delete 還是下update的時候 忘記把匯額寫上去 或者是忘記框到匯額 一下去就發現奇怪 怎麼update一筆 只要update這麼久才發現 oh shit 它全部都給我update掉了 這就很恐怖 那這個時候你可以用trigger 綁一支檢查室 它偵測到有超過一筆 想要被delete insert或update的時候 你就把它擋下來 那它就變成另外一種層面的防災機制 這個可以給大家參考看看 那像剛剛提到的 我們的一個function 可以給多個trigger棒 那你有幾張比較關鍵的錶 怕別人亂刪 你就可以宣告一支function 然後再多張錶的trigger上面 去使用這支function 去避免說 使用者一次大量的刪除這樣子 好 那再來就是 一定會有人會舉手問 那可不可以針對troncade的觸發 當然是可以啊 那在session1-6 我有提供一個troncade版本的trigger 大家可以下去玩看看 但是troncade這個問題 以我自己工作的經驗來說 它其實不是技術問題 它是管理問題 就是我不應該把troncade的全線給工程師 就是dba留著就好 它需要大量的刪除資料 那請通知dba dba確定好它神志情形 沒有喝酒 沒有奇怪的狀況 沒有自殺傾向 我再幫它troncade 就是把全線收回來 你就是小心的使用 那當然spa trigger上面可以做到 只是我自己不會這麼做 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是slater可不可以觸發 其實這個問題也蠻多人也問過我的 slater可不可以觸發trigger 那答案是不行 因為我們剛剛提到 我們觸發的條件單位是什麼 是你要去異動它 所以slater它不會產生異動 那如果我想要去記錄 我slater的這些過程 那我可以做什麼 一招就是你可以使用function 或stop procedure去包裝 就是我想要資料 我不要直接slater table 而是去call這一支function 或call這個stop procedure 那我想要揭露的一些資訊 或處理的邏輯 就寫在裡面 那就可以達到集合的動作 那或者是我們可以用pg-edit 這樣子的工具 去監測說我slater的行為 發生了幾次發生在哪些表上面 所以這是針對slater的部分 trigger不會觸發 那我們有一些其他的方式可以做到 那再來是merge 那知道merge嗎 因為像我是寫SQL Server的 我就知道merge merge就是進階的 insert update delete 我可以用兩張表 然後去指定說 我的資料要怎麼動態的更新到另外一張表 那merge就會同時觸發新增刪除修改 那merge會不會在trigger上面觸發 是會的 那在這個部分 我的section1-7 也有提供一個 merge觸發的一個範本 大家可以去玩看看 它其實就是宣告兩張表 然後我想要以第二張表的資料為基準 去更新第一張表 那我就可以達到批量更新的動作 那如果沒有merge 以前我們要做這種動作 一定是先 要新增的先發一筆insert 然後要更新的發一筆update 然後要刪除的就發一筆delete 就變成要分三次 那有merge的話 我們就可以一行指令就把它解決掉 但是前提就是 你要知道你的資料的邏輯是怎麼去做處理 那個主件要綁好這樣 所以merge也可以觸發 那你就把它當作是進階版的insert update delete 就可以了 這樣子 那到這邊 我們已經有一個基本的這個了解了 那這邊就可以說 其實它就是一個延伸的管理工具 那像這邊有一個更彈性的資料檢查 那我這邊舉例資料型態 你在這個欄位宣告rmt 它就只能放數字 但是你宣告date time 你就只能放日期 那你宣告vatcha 你可以隨便塞 那你用一個對的資料型態 它可以幫你做一些檢查 沒有錯 但是如果你用很寬鬆的方式 像是用vatcha 然後塞一個2月31號的日期進去 它是可以過的 那這就是一個資料型態上 比較不適合的做法 那我們可以用check constraint這個語法 來限制說我寫進去的資料 要在特定的情境 才可以寫進去 但是它又不像我們的trigger 可以很彈性的去幫你做一些資料的變動 像是我剛剛的那個庫存是負的 我如果用trigger constraint 它就直接fail了 但是如果我們用trigger 它就直接填0 所以從這邊比起來 就可以發現其實trigger 它有一些很彈性的部分 是可以被拿來使用的 那就是看各位怎麼使用 那再來是trigger還有一個好處 它可以做衍生的操作 像是我可以寫log 甚至我可以透過fdw 去跟外面的資源互動 或者是我遷入一個python腳本 讓它去打api 也可以做到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其實大家就會發現 PostgreSQL的trigger 可以用function 然後function可以用多種語言 來撰寫的情況下 它可以實現非常多的東西 那第三個優點 它有複合情境的處理 就是我針對新增 刪除修改 可以分別處理 那我還可以針對主行 或者是單一的敘述去做處理 這一些都可以變得更細緻的 去做一些操作這樣子 前面都只是基本的 接下來我們講了一點 比較進階的 我們先聊聊 時序的部分 剛剛就有聽到 它就有所謂的before跟after 那before跟after當然就是處理指定前跟後 那就是在after before after 這個就是時間的問題 那什麼時候要用before 像是你要做資料檢查 我的庫存檢查這件事情 很明顯就是 小於0 我就是要做一些處理 或者是價格是負責 我就不要寫 你就可以把它放在before 那什麼時候可以放在after呢 像是你要做新舊資料的比較的時候 你就必須放在after 因為你before沒有新舊資料的比較選項 你必須在after之後做 所以時間的選擇上面 也要看你的商業情境去做調整 那再來是範疇 就是我們剛剛有提到 它是eachraw 還是eachstatement 它是一行一行做 還是一次 還是一個敘述去做 那這一塊的話 什麼時候用raw 我等一下會有一個範例給大家呈現 那這邊我先快點跳過 那再來一個是特定需要的時候 可不可以關掉trigger 可以 就是以我當DBA的角度來看 我看到trigger 會妨礙到我做一些資料搬動的時候 我可以去把它disable 先把它關掉 而不是把它刪掉 我就把它關閉就好 等到我的作業完成再把它打開 就可以了 那在section1-7裡面 那個merge的範例 它就有把trigger 關掉的這個範例 好 那主要是先給大家看比較進階的 section2-1 2-1的這個lab 這個lab 我覺得比較核心一點 好 那在腳本的部分 在最後的這個1-n 它其實有移除實驗腳本這個語句 如果大家跑完 你就記得給它run一下 它就把你乾淨流流流清乾淨的這樣子 那2-1的話就是主要是關於trigger發生的範疇跟時序 這邊我直接建兩張表 一張是我們的lab table 它只放簡單的數字 一張是我的log table 它會去存放我的這個trigger發生的一些紀錄 那我直接先建這個表 然後建立對應的function 這個function就是 無論我做什麼動作 我都會寫log 那我寫log之後 我就針對我的這張表 去綁四隻trigger 這四隻trigger分別是什麼 each rule each statement 然後before跟after 所以2x2 那我把這四種都給它綁上去 綁上去之後 我直接試著寫資料 然後把log輸出 大家就可以看到 這邊有很明顯的 時序的問題 它會先觸發什麼 它會先觸發我的before statement 就是我在逐一 逐個敘述執行before的部分 它會先跑 接下來就是for each rule 一ra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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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去跑 那raw的部分還會跑兩次 為什麼 因為有before跟after 所以可以從這個名字的地方 可以看得出來 它是before的都會先跑 最後會有after的部分 然後你的statement會先跑before的部分 然後你的raw會開始一個一個都跑完 raw的before都跑完 再去跑raw的after 所以你可以從這邊去看出 你的trigger它做了哪些動作 它會有一個時序在裡面 所以這個部分就是比較 我發現蠻多人會搞錯的 它把before跟after混在一起寫 或者是它一律都寫after 那其實不見得那麼適合這樣子 那在這邊再往下提 這個二之一的部分就是 我們的敘述是一個敘述裡面包很多指令 那它就是一個ra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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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完成 然後它都會有它對應的開始跟結束的時間 所以主要二之一的setion 是可以透過log去看我們的東西是怎麼發生的 那你可以看到它這邊有序列號 它就是依照這個順序去發生 你還可以看時間戳 這個時間戳就是它被寫進去log的時間 假設你要做一些很複雜的操作 會導致這一個raw執行得非常慢的時候 你就可以從時間戳去知道說 是這個東西在害我整個seql變慢這樣子 那這是在二之一的部分 那再來就是二之二的部分 二之二的部分 我剩的時間不多 那先講一下效能問題的部分 我們先建立一個廢式數列的方法 所謂的廢式數列就是我會去地毀的去呼叫 我會去地毀的去呼叫 那做這個方法的目的是要去證明說我的東西很慢 那我直接跑一個廢式數列 你就會發現我這樣一比一比跑 它不是馬上出來的 因為廢式數列的計算方式它是地毀的 所以我做完這樣子的計算 我需要花上幾秒鐘的時間 像這一個四個敘述就要花上五秒鐘 那我就是拿這一個去模擬說 我的食物環境在做一些比較慢的動作的時候 會對我的trigger發生什麼樣的動作 會發生什麼樣的問題 那這個時候我們直接重建剛剛的log表 然後一樣我們再去串上我們做好的trigger 然後一樣建立trigger 那我們再輸入資料再看一次 大家就會發現它會轉比較久 因為我給它位廢式數列 我位到了23 24 25 27 那從這邊就可以發現第一個 我整個敘述變慢了 那再來第二個 我可以從log的地方去看出來 是哪一個敘述導致我變慢 那可以從時間去比較 如果你把數字拉到30 你就會發現它呈現一個很恐怖的指數開始變慢 那就是可以透過這個地方去知道說 其實你的HRAW如果裡面的動作沒有做好 它是會拖垮你整個速度的 那這個是2-2的部分 那2-3的部分呢 就是沿用2-2的部分 我們再把資料表重建 我要跟大家說明順序的重要性 順序的重要性就是說 假設我一張表它綁了很多個trigger 它執行的順序是什麼呢 那我這邊就有個範例 就是我會建立一個trigger 這個trigger的名字分別是B1 然後有B1有C1 B2 C2 我把trigger做好之後 我就給它寫進去 大家可以看到 它執行的順序是先B1 再B2 再C1 再C2 我在工作上遇到的一個情況是 大家就隨便綁trigger 但它根本不知道誰先誰後 但它在實務邏輯上 它是有先後順序要求的 我可能寫入一個會員資料 我要先初始化它的一些基本參數 我後面才可以去做一些動作 結果它的trigger綁上去之後 它的執行順序是反過來的 那就導致它對一個不存在的資料去做處理 然後它還跑得很快 它還很開心 耶 我做完了 結果回頭一看 東西都沒有做了 那就會變成一個問題 所以它是按照你trigger的名字 去做執行順序的處理的 那我們把它闖開 我們再綁一個新的A1跟A2上去 那我們剛剛有說嘛 它是照名字的順序來 那我們再重新寫入一次 就可以看到它就是先做A1再做A2 再做B1再做B2 所以它其實不是用建立的時間 而是用你的名字 那這是比較常遇到的一個雷區 那可能你的邏輯順序是有確定的時候 這個就要特別注意 這是順序的一個部分 那第二個是什麼 就是我可以做一個檢查 就是說假設你未進來的Face數值超過25 我就不做了 我就直接拒絕你 那我就直接先重建我的資料表 然後我就寫上這個 function 只要我的新的值大於25 我就直接拋出一個錯誤 告訴你過高的處理數值 我不做 那這個時候我們去建立這個 function 然後綁上對應的trigger trigger這邊要注意 它有兩個trigger 一個是計算Face數列的部分 一個是檢查的部分 那我調整它的順序 我先計算 我後面再檢查 那會變成什麼樣的效果 會變成我們實際在寫入資料的時候 我們先寫1到4 1到4是OK的 但是假設我給你一大堆的資料裡面 有一筆是不合規的 我直接執行它 你會發現它需要等 明明結果就是不用做的東西 你還是需要讓它等上5秒鐘 那假設這個時候 我們把trigger的順序換一下 我把它交換一下 我先檢查 用A1去做檢查 然後我再用A2去做計算這個動作 那我們再位一次資料 它會在當下就直接告訴你 你不用做了 就是透過順序的調整 我們可以省去很多錯誤的計算 順序在這個部分就會變得非常重要 但是它就是用名字的排列順序去決定 這點就比較不人心一點 所以大家在使用的時候可能就要留意 那這個是Session2的部分 我快結束了 稍等我一下 好 那這就是剛剛出的 觸發順序的問題 假設我原本先做 只要計算再做log輸出 最後才做邏輯檢查 其中一個fail了 它後面就是 它前面就是浪費掉 那我把它換一下 邏輯檢查我先做 如果它沒有 那就省下來了 所以這是剛剛我們這個lab的目的 那最後一個原則案例的部分 Oracle有提到它對trigger的一些建議 那當然就是不要重複設計嘛 不要一樣的事情 多置trigger做浪費效能 再來是不要recursive 不要去做地灰 要不然它的效能會很恐怖 那Oracle這邊我都覺得還蠻ok的 那再來就是看你的trigger裡面 到底做了什麼 是什麼原因讓它慢 我們再去做tuning 那這邊的話 我還有簡單的整理一下 它會影響到效能的原因 就是包含你的資料量 資料型態或處理的過程 像剛剛的Face樹列 就是一個處理過程很糟糕的範例 那我們改一下它的Arcruism 其實還是可以在0.0幾秒就完成 那這個是影響原因的部分 那需求 你在使用的需求上面 你主要還是要看你的商業邏輯需求 然後再來就是你機器的效能 像我遇過一台機器 它平常就已經很忙了 就已經非常滿載了 你還給它加trigger 那就是對 就是火上加油嘛 所以其實還是看你機器的效能狀況 那再來就是維護性的部分 如果你不熟trigger 你公司也沒有DBA 你還用trigger 那可能就會變成比較沒有信心 可能會搞砸 但是如果你有專人管 還是你自己很熟 那你使用trigger 小心的使用 那其實經濟成效是還不錯的 那再來就是案例的部分 前面兩個都有提到了 就是帳戶歷程會寫log 或者是我可以大量避免刪除 那下面有一個發票的案例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有維護過一個專案 那個公司 它就是一個開發票的程式 但是那個原始的公司 原始碼已經不可靠 然後公司也倒了 也跑路了 程式就是不能改了 然後但是我有DB的權限 那現在老闆說了 10年前我做這個業務OK 我10年後 我想要把A類標籤改成B類怎麼辦 那時候的前輩是怎麼做的 它直接設一個空Drop 每個小時去戳一次那個DB 一直戳 不管有沒有資料 我就是戳 然後把所有的A都改成B 所以你會很確實的看到 每個整點的時候 DB的CPU都會突然告一下 夭壽 結果那個DB非常的忙 老闆問我怎麼處理 OK 我們就用trigger嘛 我寫的當下就改 我就不需要全部大範圍的修改 所以trigger在這時候 就可以來協助我們 來達到資料一致性的調整 那再來另外一個 它不是ProSquare的東西 但是我覺得可以 讓大家回家想一下 就是它是一個工具 pt online schema change 它是一個工具 假設我們在一張資料表 加欄位的時候會發生什麼事情 你的資料表會先被鎖住 鎖住之後 它整個insert update delete都不能動 你頂多slate 那等到DB把整個欄位都加好之後 你才會回復 但是像這種操作 你遇到那種上千萬的表 然後又是使用者關鍵的表 你給它加下去 你們公司明天就可以關起來 不用做了 大家就受不了了 那這個時候可以怎麼做呢 就是用這個套間 這個套間才會先幫你 你創建一件空表 一個空的表 然後它就會開始幫你慢慢的搬過去 就達成了這個資料轉移的動作 最後再把舊的表註銷掉 然後用新的表去取代 完成一個比較平移的做法 那理想是很理想 但是實務上可能會發生一個問題 我第一筆搬完 我要搬第二筆 結果第一筆有人來更新了 那我第二筆搬完 要搬第三筆 第二筆有人來delete了 我搞到後面我的東西跟我複製的東西完全不一致 怎麼辦 所以這個套件它就是使用trigger 去維護我在搬移過程中的一致性 那就透過這樣子的方式 可以達到我們可以幾乎不鎖表的情況下 完成資料搬移 以上 那今天的session 因為只有30分鐘 我把它當一個小時的規模在做 那主要就是初步了解trigger 然後了解它的一些特性性能上的考量 然後可以用在什麼地方 說不定有些地方可以用 只是你沒想過 所以今天有這個東西 然後有lab 你可以回家玩玩看 有一點信心 就可以用在你的工作上面 那當然還是跟公司的policy 還是要有一個正面的往來 不要說它不行 你就跟它吵起來之類的 大家有話好說這樣子 那以上 這是我的參考資料 也在簡報裡面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像MCU的課程我就蠻推薦的 大家可以多看一些 國外的課程的影片這樣子 以上 那也很感謝大家的時間 我是Prosgress SQL TW的Rubin 那謝謝大家的時間 以上 謝謝 因為那個trigger有時候會更改資料內容 那你會怎麼樣去維護你的trigger function的變化 因為有時候你會 可能function寫錯了你就會改版 那那個不同版本 什麼時候放新的版本之類的 喔 所以你是想問版本控制的問題 版本控制的部分 我會在備份的地方 特別把trigger 或者 欸 trigger是跟著table啦 那我就是會特別備份出來 然後把它架一個時間戳 那以後有問題 我就從那個地方退回去 對對對 我之前處理MariaDB或Postware 我都會把它的這個Store procedure 或function的部分 額外再備一份 那有做修改的時候 因為我是設定7天 留7天 那假設我有新版的開發 我就會把最新的那一天先留起來 不要讓它被刪掉 那這樣子以後發生問題 我還可以退回去 那我自己是把這個腳本直接放到 我們自己家的gitlab 然後就是腳本的方式可以看這樣子 對對對 還有嗎 我想要問一下那個trigger 有辦法寫自動化測試嗎 因為如果今天欄位突然一個修改 那可能trigger就爆掉了 還是要等它丟出那個ecession才會知道 測試嗎 然後你做的ecession 現在已經保證 你來測試另外一顆 喔喔喔喔 但是還是建議 就是累積測試的案子 然後你來測試完 確保它都ok了 那我想說 公務體都兩種 藍位長度不夠爆掉 你出於你爆掉 這樣 對對對 是不是看到 我們一般寫資料的時候 會先游表 然後再游 再去寫資料 那像是我們有時候會做 時間序列的partition的時候 可能是沒有 先沒有表 是先游資料再建表的嗎 這一個就是 我是不可能不用寫的 你用partition它就是 它就不是一個周期完成 它可能不太那麼適合 用盤子 還是等下你後 等下你更細節的一個狀況 好 了解 然後第二個問題就是 它這個transation 是跟著原本呼叫這個 trigger function的transation 是在同一個transation內的 ok 謝謝 好 還有問題嗎 好 好 好 是嗎 好好 它已經貼上去了 好 好 那我們這一段就到這裡 好 那我們這一段就到這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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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